哈囉大家好 我是阿姿 那現在要玩的遊戲是 也是一款手遊啦 叫宣言劍龍武雲山 那基本上宣言劍的遊戲 網路遊戲 好像評價都不是很好 不過這款是有出一些劇情 那我們還是看一下劇情啦 有沒有語音好像就不確定了齁 那我們看劇情吧 好 現在是選人物嘛 陳鈺與賽北的俠客聯盟 聯合西北各路遊俠合一軍 以陳二兩善救助弱小為己任 好 我不喜歡這種 隱墨中 傳承莫迦思想的神秘中文對機關術 OK 機關術耶 林樹莊 綠竹江南的新生勢力 這裏卻有古老的醫學傳承 好 沒興趣 以皇家關係密封 這個也沒興趣 人在江湖飄 顏值必須高 紮小 好 沒興趣 這個還不錯 還可以改這個 還可以改這個 這樣好娘喔 這個造型好像 宣傳醬6的主角嗎 宣傳6 對 6 7 6啦 臉型 雙男天嬌 這樣 然後選流行好了 好 這樣 然後名字 還可以自己 OK 算了 我自己選名字喔 在遊戲中 OK 好 就是打死囉 打死 打死 我是大師 決定 然後咧 常見 我來啦 黑火 如果有玩旋人劍的人 黑火就是在講 那個旋人劍4的 水道 水晶 那個時候的劇情啊 大家知道我講什麼嗎 水晶耶 水晶不知道是誰 桃花林中尋酒仙 桃花伴酒 好入眠 十里月河 十里桃花 眼下正是桃花盛開之際 這位少俠 何不來與我共飲幾杯 此人真是豪雅香 如此美景 確實值得好好喝上幾杯 來來來 快與我共飲三杯 既然閣下美意至此 在下就確知不恭了 我這第一杯 乃是忘情酒 引之 太上忘情 第二杯酒 是回夢酒 引之 一夢百年 這酒 也不錯 第三杯酒 是輪迴酒 引之 能以前世今生 好酒 好酒 三杯酒飲罷 少俠感覺如何 那個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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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我 我 你 你 我 你 你 陈朝遗孤沉静愁 女蛙时转世于小雪 在古月新人的帮助下 用上古神器开启失阙之阵 欲寻神器守护者 共同封印天之痕 这是哪里 我似乎到了一个十分陌生的地方 前方那些又是什么人 你终于来了 我们等了你好久 这下终于可以封印天之痕了 你 你是方才邀我饮酒之人 你究竟是何人 这里是何处 我乃古月仙人 此地是福西市之宫殿 此次邀你前来 是要封印天之痕 封印天之痕 那不是一百多年前的事了吗 你喝了我三杯酒 自然能够穿越时空 前来赴这百年之会 百年前的事 与在下有何关系 封印天之痕 需要催动十大神器之力 你是命中注定的神器守护者之一 需要你的力量 才能催动神器 这可以改太多了吧 虽然是蛮有趣的 可是 怎么觉得很瞎 因为单机版的游戏不是这样啊 好啦 毕竟是拿以前的剧情去改的 这关心已经不稳 必须尽快封印天之痕 只要有希望 我们都要试一试 北周黄氏后依 水朝圣国泰斯 因是昆仑迅转世故 拥有 红南双筒的阴阳腰筒 及古铜色之法 身上佩戴一把金色之上古神经宣言剑 一人银在战场上轻易即可 摧毁万千大军 让贼名道匪文之色变 大水扬家全赖他得以延续 后通过古铜人监狱圈未来的赤冠 将要划破九天神兜结界 决定再也不管谁家天下暗危 转而全心寻找上古神器 只想阻止这场危机 当起 挽救神兜中任 随后与陈镜首等的合作 共同排除困难封印赤冠星 等筹败摩羯阶阴谋 最后用轩轩借人与陈镜首交换厌压火 并带着恋人孤 独库林克的灵魂自我放逐 前往西方 这就是传说中 福西与女娲曾经居住的地方 我曾在古籍中读到过 没想到 我竟在天上界看到了她 不错 这里就是福西宫 而这太极八卦镇 应该就是天女白玉伦 天女白玉伦 此阵有复活已逝之人的能力 只要死者死去不满七日 魂魄尚未进入轮回 就有复活的希望 第七天 太好了 今天正好是玉儿姐姐离去的第七天 我们可以救她了 拓拔玉儿 想起来了 传说当年封印天之痕之前 拓拔玉儿被小雪所杀 可是看着小雪一心要救玉儿的样子 她应该不是凶手 想要驱动阵法 需要两样宝物 来提供死而复生所需的心与命 所以当年福西室和女娲室 才造出神器 福西琴和女娲室 但是小雪 我劝你放弃这个念头 为什么 只要能救玉儿姐姐 我做什么都愿意 要运转此阵 必须大量耗费秦时的力量 如今我们若运转此阵 恐怕会影响小雪姑娘 你今后的命运 若你灵力消耗过多 你将变回女娲时原型 至少在一甲子之内 无法转世成人 怎么 怎么会这样 哇 可是小雪的脸太恶心了吧 我觉得不太喜欢这种画风 画周 女娲室的手为什么还在 不是被砍了吗 好远也不做真实一点 你看女娲室的右手还在啊 有莫轩的线人 大家都知道这线人是谁 我就不玩了 我已经不再是那个胆小软弱的小雪了 我心意已绝 快去动白玉伦吧 不可以 小雪 青丑哥哥 难道你不希望玉儿姐姐活过来吗 我 我当然想 可是我 我也不想失去你 怎么办 到底该怎么办 快冷静下来 快冷静下来 可是我那个时候在玩天神也是选玉儿 因为 虽然牺牲了小雪的时间不能整是成人 而且当初在原作是讲说小雪变成女娲时 她还是有感觉的 但是要忍受一加值的时间 可是 我记得 那时候原作好像讲说 我不能忘记了啊 对我的 对我的 想法是说 玉儿是补充人类 她有机会复活 她用这六十年换她 一个复活的机会 我其实觉得蛮值得的 好 先打她 这个音乐又改了 然后说的时候音乐一直改 游龙突击 游龙突击 快看快看 对面出现了克子 也许你能克制他们呢 看 又出现能被你克制的敌人了 快上 怎么 怎么会这样 大家加油 听说克制敌人会有惊喜哦 好像是 追击 快来试试吧 我的剑都不急了 克制敌人成功 追击追击追击 护 你还是接击 我打电话 你还是接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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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哪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只要有他们在 我就能感觉自己从未离开过这个世界 这算是人死后的一种执念吧 你可以成全我吗 好吧 我尊重你的选择 感激原作没有所有些故事 好 这鲁叶玉儿学大家记得吗 这是曾经丑小雪跟头发玉儿在鲸鱼上面弹琴琵琶跟吹笛子 然后小雪梳头发了 小雪梳头发了 小雪 我在这里 玉儿姐姐 玉儿姐姐 我好想念玉儿姐姐 当然是我呀 不过是我的魂魄 我看到你们打算驱动天女白月轮来救我 一是心急 所以就借用了这位少侠的神器之力来借你们 玉儿姐姐 你上等片刻 我们马上就可以复活你了 傻瓜小雪 我可不答应你这么做 你还要去封印天之痕 那才是你应该去做的事情 不要 我只要你活过来 可是小雪 如果你这么做 我会成为天下的罪人 如何能安息呢 神器之力维持不了多久 就让我们珍惜这最后的时光吧 真的好怀念我们三个人一起旅行的时光啊 是啊 我也常常意气 与玉儿姐姐和静珠哥哥在一起的那对时光 只可惜 一切都回不去了 傻瓜小雪 天下没有不散的阴席 只要那段美好的时光一直藏在记忆里 那就很好了呀 我 我好想念玉儿姐姐 阿丑 你还是像以前那么迷你 其实 我也很想念你们 玉儿姐姐 我们以后还能再见到你吗 我就要去转世了 以后应该没什么机会再见面了 其实你们以后再见到我的转世之身 那也不再是拓拔玉儿 不过 请你们记住这首曲子 以后如果你们想起我了 若闻此曲 我看到你 竟然這個遊戲的劇情是不就餘了 而且要放聽這很之前的畫面 OMG 好 再看一次 他 你已經走了嗎 少俠 拜託你一件事 這裡有一首曲子 請為我錄下曲譜 待完成失去的曲證後 再交給我 好 我一定會記下來 聲音源情韻 作為遊戲 你只要按照樂曲的節拍 點入音符就完成一首完整的樂曲 當然願意啊 OK 如意而取 簡單 怎麼用啊 但音符也清顯 好喔 還好我教學 應御 神經 哎呦 太早按了 我幫我 在這兒做的 我會想要放在這兒做的 在這兒做了 我會聽到那兒做的 燈 燈 cancers 輪腹 登 登 好 結束了吧 返好房間入社 好啦 先這樣好了 就先 Ethiopia好了 喜歡我的頻道 喜歡我的圖片按下訂閱 右下角的訂閱和鈎鈴鐺 так做 這次我更新影片你就要雙通之後 謝謝大家這集的收看或喜歡這款 網路遊戲的劇情 好啦 掰掰